我知道这个季节很难办 但是我有的是猫 最快的速度出现到我面前 真的好快啊 但是这个货真的好小啊 好小好小的一颗小草莓 这一整合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我呢是突然特别的想把 草莓上面的这个小籽都抠出来 然后一口吃下去想看看会有什么味道 但是呢我去了所有的水果店都告诉我 下家了 我只能就在网上买 但是买回来这个小草莓啊 太小了吧 算了管它小不小先办 我觉得把草莓上的籽呢 抠下来需要用到我的专业的镊子 还有我的小牙签子 但是我这个草莓嘛 它不仅小 它上面的籽还多 你说这一颗小草莓上面 到底能有多少颗籽呢 开尴尬 先把这个地儿给去了 看吗 这个是第一颗 放到这里 好小好小 真的好小啊 这个呢得特别注意手法 先用这个牙签 把这个籽啊 给它挑出来 然后再用这个镊子 给它拽出来 这是第二颗 你能想象吗 我现在一共已经加出来了 一百个这个小字 这一行呢是十个 然而我这颗草莓 上面还满满的都是土 我感觉这颗草莓啊 至少得有三百克子 接着弄吧 我现在大概已经弄了一个小时 我数一下大概有多少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 现在已经一共有二百五十个草莓子了 现在这个草莓上面啊 还零零细细的有一些 我再继续给它弄完 看到底最后一颗小草莓上面 到底能有多少颗子 我终于觉得做医生 做一个手术医生会多么的不容易 我觉得 现在只是抓这个草莓子啊 我这个动作一直没有变 我的肩膀头子 我的肩膀头子超级超级的酸 煮完了 我终于煮完了 现在这个上面一共是三百二十 三百二十二颗草莓子 谁能想到啊 就这么大一颗小草莓上面 能有三百多颗草莓子 你看现在我夹完草莓子之后的草莓 感觉我这两个小时过的这个是肩膀皱子 非常非常的疼 我先尝一下没有籽的草莓是什么味道 感觉自己米饭吃多了 咸到了 还是草莓味 你平常吃草莓的时候 不是能嚼到它外面的籽吗 这个直接就像是吃樱桃那种的 全都是果肉 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个草莓的籽全弄到这个腿里 然后一口吃下去 看有没有芝麻的味道呢 因为这个东西跟芝麻长得像嘛 看 这个就是三百多颗的小草莓子 谁能想到三百多颗就这么一大点 别看这个东西小啊 但是它嚼起来是真的难嚼 可能是因为 过来带了一些草莓肉下来的原因 是比较发酸 嚼进去就是很硬很难嚼 比芝麻蛋嚼 嗯没有啥味道 好啦我是花儿 等会儿我们看这个 又圆